第58章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 话说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并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 由此,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链钢铁运动。 9月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还以徐水人民公社送为题,报道了刘少奇派人抓的典型。 报道称,河北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 此时,王冠岚曾到河北徐水市查,发现情况很不正常,他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的,不符合科学水平的。 王冠岚将共产风,浮夸风,虾指挥风泛滥,使群众吃不饱饭的情况,写信报告了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共产党员要讲真话。 几天后,毛泽东听取了他的批评意见,对他表示感谢。 据《七本宇回忆录》中说,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 大踏步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是刘少奇的原话,还有什么男女分营,到礼拜六住在一起,其他时间都要分开住。 这都是狂热到极点的话,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念。 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支柱,不要家庭了。 这种东西谁会拥护? 他自己都不拥护,他自己就和王光美分不开。 刘少奇说,中南海也要取消家庭,中南海有大屋子住,男的住哪里,女的住哪里。 我们都慌了,整天担心小屋会不会收回去啊? 收回去了,私人东西放在那。 现在领导人说了话,下面可能不当回事,那时候刘少奇讲话,我们必须都得听。 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饿死人就和这个浮夸风密切相关。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 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 中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谭振林跟在后面瞎说。 下面的几个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柱、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兰涛、西南的李景全和华东的柯庆施,都在那里推波助澜。 王任重、李景全、刘兰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柱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 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金,我要不搞万金,那不就是我步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 四川的李景全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 浮夸风的一个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高产田、无产万金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 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小平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 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 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 无产几千斤粮食,刘少奇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 刘少奇批判底下人说,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这种话也刊登在报纸上的。 他这个思想还一时影响到主席,毛主席说,多了怎么办?那就多养猪,养牲口。 他们说,那还是吃不完,毛主席就说,搞酒精燃料。 那时我们缺石油。 毛主席不是没有发热,毛主席也发热,但比起刘少奇,毛主席说话有个边,刘少奇的讲话一点边都没有。 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母产万金,或者相信有母产万金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 相反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相信母产万金的。 1958年,邓小平到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20%,邓小平就说,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 他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 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 现在出的刘少奇文选、邓小平文选都不收录他们这个时期的讲话,这就是死地无银三百两。 再说,9月1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黄克成、雷英夫,以及乔冠华、著名法学家刘泽荣和周耿生等开会,研究领海问题。 雷英夫汇报了领海线论证过程和采用十二海里领海制的建议,乔冠华对待发的外交部新闻稿做了说明。 两位法律专家对各种国际法,特别是海牙协议,做了进一步说明。 他们引经据点,主张沿用民国时期当局颁发过的三海里领海制,认为如果宣布十二海里,可能会引发国际争端,美、英会出来反对,搞不好会打仗。 毛泽东说,老先生们的意见很好,很可贵,使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多想一想。 但是,研究来研究去,海牙协议不是圣旨,也不能按照美、英等国的意志办,我们的领海线还是扩大一点有力。 从各方面判断,仗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我们不愿打,帝国主义就那么想打。 我看未必,一定要打,我们也不怕。 在朝鲜已经较量过了,不过如此,要有这个准备。 毛泽东从中国的经济、安全利益出发,并考虑到当时我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十二海里以上,最后确定采用十二海里的领海宽度22.24公里,并且决定立即公制于市。 9月1日晚,毛泽东把张志忠请到他的住处,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 毛泽东的计划,要去各地了解人民公社化运动和钢铁生产的情况。 早在几天前,他约好张志忠等他,说是有话说,并没有说明要干什么。 张志忠等了几天,毫无消息,他感到纳闷,又不好去问。 现在听毛泽东如此说,真是喜出望外,就非常高兴地说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 毛泽东又说,我今年月月都有会议,这次北戴河又开了半个月紧张的会, 有点累了。 这次出去,要好好地休息几天,什么公式也不谈,什么文件也不看。 我还打算到长江,前塘江游泳,你能不能参加? 张志忠说,我不会游,只能带着救生圈泡一泡,还得有人跟着。 毛泽东幽默地说,那你做个官朝派吧。 说吧,二人哈哈大笑起来。 张志忠回到住处,把毛泽东约他一同南下视察的事情,告诉了于战邦, 并嘱咐他说,这回你要好好准备。 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素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 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 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2日,毛泽东会见了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 他一见客人便客气地说,你们等了很久吧。 因为我们开会,没有能早见你们。 马罗金说,得到你的接见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等多久都可以。 杜特列夫人也说,等得再久,我们也感谢你的接见。 而且,这样可以有时间多看一些材料,也可以在中国多待一些时间。 毛泽东问,看了些什么材料? 杜特列夫人说,有你的著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见客人提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便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市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么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 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 他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 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 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立场,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他们的控制而取得的。 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 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 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 我们支持他们。 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 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 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 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在许多观点上是相同的。 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 不仅你们有独立问题,我们也有。 我们还有台湾问题,美国还在威胁我们。 即使台湾收复了,美国的威胁还会存在。 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 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 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 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 毛泽东还说,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 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他们吓倒,不要怕他们。 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 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他们是落后的。 自然,他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他们。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样的话。 那时候,列宁所指的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他看出亚洲要跑在欧洲的前面。 现在,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除了亚洲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外,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先进的,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 这句话,杜勒斯这些人听起来是不服气的,他们会说,这是吹牛,我们有钢铁和原子弹,怎么反而是落后呢? 我说,他们虽然有钢铁和原子弹,但是这些东西是拿在落后的人手里,拿在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跨下去的。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 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 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直老虎,不算数。 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对待它们。 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直老虎。 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 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义。 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不同意他们政府的做法。 我说美国不好,只是说他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 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一定会觉醒的。 9月3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此时,西柏坡村党支部派人来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水稻产量。 他们说,听主席的话,村里派人到桌县学习了以后,全村的稻子都把直播改为插秧,这招真灵,稻子产量翻了几番。 毛泽东听罢很高兴,他笑着说,怎么样,这一下子服了吧,不守旧了吧,要讲究科学种田吗? 9月3日这一天,中央军委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的对台湾和沿海讲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 此前,毛泽东在9月1日前后从外电报道中得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8月27日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的广播稿中,敦促住房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并说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拓散眉睫。 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说这是违反集中统一原则的,并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一份对台湾和沿海讲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 指示中说,台湾和沿海讲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 解放台湾和沿海讲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 台湾和沿海讲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 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斗争,做了四点规定。 一、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 二、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 三、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 奖击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 奖军轰炸大陆,我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 四、我军不准主动攻击美军。 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禀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指示中还告诫说,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 9月3日晚,毛泽东命令已经回到福建前线的叶飞,福建前线自9月4日起,暂停止炮击金门三昼夜,以观各方动态。 叶飞为防止意外,严令各炮群严格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前线所有大炮的炮弹都退出了炮堂。 此时,美国政府应蒋介石的要求,以调集太平洋第七舰队主力和低中海第六舰队一部分兵力,集结于台湾海峡地区。 毛泽东命令暂停炮击,显然是静观其变,看美国人如何反应。 他又让张世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张世昭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台鹏金马,唇齿相依,摇望南天,西竹珍重。 毛泽东看了很欣赏,但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便改为南云。 9月4日,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刊登了河南省穗平县、茶崖山、卫星人民公社事情简章。 卫星人民公社是由茶崖山附近27个农业合作社在1958年4月间合并而成的。 全社共有9369户。 此后,由于中共中央和省县各级领导一直都没有对合并后的大社提出详细的组织要求和章程, 茶崖山卫星人民公社便在8月7日拟定了这个简章。 简章规定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所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共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则不补。 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公社负责偿还。 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的自留地, 并且将所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归全社公有。 单干户加入公社,应该把全部的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转归公社所有。 公社实行集体领导,分级管理,全社,划分为若干生产大队。 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社统一负责。 公社在收入稳定,社员能够自觉地遵守劳动几率的情况下,实行工资制。 按照每个劳动力所参加的工作的繁重和复杂程度,以及本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和劳动态度好坏, 由群众评定工资级别按月发给工资。 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 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 因此,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组织,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毛泽东在卫星人民公社事情简章上做出的批试是美妙如一首诗。 我们的秀才博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 茶牙山,卫星人民公社事情简章虽然只是草稿,但是,一经报刊作为办设的样板加以推荐,自然就成了人们仿效的榜样。 全国各地都纷纷照抄照搬了。 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总统艾兹豪威尔的授权下发表声明,公然声称要在台湾海峡地区为台湾军舰护航。 同时,杜勒斯还提出在华沙恢复中美之间的会谈。 9月4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局势以及对美关系的问题。 与会者分析说,美国人还是怕打仗,未必敢在金、马桶我们干起来。 毛泽东说,美舰欺辱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也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 我们还准备另一手,通过即将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外交斗争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 有武系又有文系。 他让特意被召回北京的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汇报一下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 王炳南在汇报中说,由于我们掌握了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笑着插话说,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说,台湾自古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他本该交还给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他。 你想得好,有骨气。 毛泽东说,我们还有一手,就是宣传斗争。 他转向胡乔木和吴冷熙,说道,现在要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要求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强调,台湾及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炮打金马是惩罚奖军,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 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评论可以讲得激烈一点,当然也要适当,不要说过头话。 毛泽东对大家说,以上这些关于宣传工作的意见,我都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做了布置。 接着,他让周恩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草稿。 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张希若教授听了草稿的内容,建议说,周总理对美声明的草稿中,立即二字,耐否改的缓和线。 毛泽东说,可以研究。 立即的英文怎样讲? 周恩来说,Quickly。 毛泽东用英文反复念了三遍,说道,可以改。 会后,周恩来修改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9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里。 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颜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颜海岛屿,各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2、中国大陆及其颜海岛屿的领海,以连接大陆岸上和颜海岸外缘岛屿上各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从基线向外延伸12海里的水域,是中国的领海。 在基线以内的水域,包括渤海湾、穷州海峡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 在基线以内的岛屿,包括东银岛、高登岛、马祖列岛、白犬列岛、乌岳岛、大小金门岛、大丹岛、二丹岛、东定岛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 3、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任何外国船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令。 4、以上2、三两项规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和主权的非法行为。 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1958年9月4日,于北京后来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终采用了毛泽东提出的12海里领海制度,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 9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 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特别是1958年钢铁产量翻一番的指标,以及人民公社问题。 台盟总部的徐蒙山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中美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炮打金马,美国人紧张起来。 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杆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丹岛、二丹岛、东丁岛一切包过去,我看他就舒服了。 这也好,他上了我们的脚索,给套住了。 美国的井掉在我们中国的铁的脚索上面。 台湾也是个脚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 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扩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要踢他一脚就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锁子搅住了。 我们主动,美国人被动。 蒋介石过去给我们捣乱,主要是从福建这个缺口来的。 金马在蒋军手里实在讨厌。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但是,我们现在并不要登那个什么金门、马祖。 你登他干什么? 他的攻势相当坚固。 只是试试美国人,下下美国人。 但是金门、马祖并不是一定不打,一有机会,为什么不向鸡而行,把金、马拿回来。 其实,美国人心里也怕打仗,所以艾森豪贵尔公开讲话时,没有说死要共同防御金、马,有点想脱身的味道。 他们想采取脱身政策也可以,把金、马十一万奖军撤走救世。 赖着不走,就让奖军待在那里,也无碍大局,美国人给套住救世了。 他的这个讲话,后来就成为人们常常提到或引用的著名的脚索政策。 毛泽东又谈到了已经发表的关于领海的声明,他说这个文件是相当复杂的。 那里头要想一想,才想到这个道理的。 为了这个文件,准备了好几个月,去年就起草了,这回又准备了一个多月。 总要有法有天吧,不然搞得无法无天就不好办了。 毛泽东还提出要准备作战,他说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 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 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离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 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 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 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 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弹。 轻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 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 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 这是吉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 我跟尼赫鲁总理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 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 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 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 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弹。 这个时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 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 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 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 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 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 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要发几千万支。 有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排击炮,青排击炮。 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 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但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9月5日深夜,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华大使馆彼时代办苏达利科夫,求见周恩来,说明赫鲁晓夫对台湾海峡局势极其担心。 原来赫鲁晓夫在福建前线炮击金门后,非常担心害怕,在他看来,炮击金,马,会闯下大祸,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苏达利科夫问周恩来,可否让苏联外长葛罗米科来华访问。 周恩来说,欢迎葛罗米科同志来华访问。 9月6日,赫鲁晓夫急忙派外长葛罗米科来到中国,探寻究竟。 一是,要葛罗米科转告中国政府,苏联对台湾海峡局势的估计,二是商谈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写信的问题。 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向葛罗米科介绍了中国对局势的分析和估计,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原则和斗争策略。 毛泽东说,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 估计美国不会采取大的引起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不会打大仗,万一中美之间打起来,打出乱子,中国也决心单独承担后果,不会拖苏联下水。 葛罗米科对中国的立场和策略表示赞同,周恩来也对苏联真理报支持中国的三篇文章表示感谢。 赫鲁晓夫听了葛罗米科的报告,这才放下心来,决定给予中国必要的支持。 9月6日下午,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杜勒斯4日声明将要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周恩来首先发言说,我看不要多讲,就是把这个念一念,全部的立场,方针,政策,策略都在上头了。 前天晚上不是发表了一个领海声明吗?也是抢先一步。 这是主席昨天说的,我们的行动是调动世界上一切方面的力量,各方面都表示了态度。 毛泽东说,公开支持他的,只有一个南朝鲜里成晚。 周恩来说,连菲律宾都是有条件的,要打他那个军事基地,他才参加。 我们怎么能打他那个军事基地啊? 毛泽东说,连菲律宾都不参加,除非我们打了他,他才参加。 周恩来说,英国也是很担心,表示沿海岛屿是属于中国的。 日本这回态度也不同一点。 腾山说,这个沿海岛屿是中国的内政,他一直把台湾看作是中国内政,希望一个中国。 所以,美国很孤立。 我们是后发制人,毛主席的方针,后发制人总是有力的。 毛泽东说,打炮是先发,说话是后发。 周恩来说,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 杜勒斯这张牌有四点可以说一下。 第一,他还是艾森豪威尔从前那个声明,没有前进一步,强调而已。 就是说,沿海岛屿到底与台湾有没有关系,现在关系更增加了。 是不是马上行动,他还没有说,还没有判断。 所以,杜勒斯发表声明后,美国国务院马上接着说,他自己也在参议院里说,这个方针并没有改变。 证明他还是原来的立场,没有改变,不过强调而已。 第二,他就想试一试,如果蒋介石不行,他就顺着溜来,就是保护运输,到公海边上。 然后,蒋介石自己拿小船运上去,自己防守。 他相信还可以守,还是要靠蒋介石自己守。 第三,他表示,如果我们正式登陆,他难免要采取行动。 但是,他这个话说的没有劲儿。 他说,他真诚地希望,中共大概也不会这样想。 这不是话松了吗? 第四,他表示,还要谈判。 这个是他漏了底的。 我们不是限期他答复吗? 他晚了12天,为了面子,结果还是答复了。 说他派出驻华沙的大使,跟我们的王炳南见面,或者跟他继续会谈。 这封信,我们还没有答复他,我们压了一压,他这回漏出来了。 他这个牌4点都漏出来了。 所以,我们炮轰金门,把杜勒斯·艾森豪威尔的牌就亮了底, 然后我们再将这张牌打出去。 我们就可以动员世界舆论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见周恩来介绍完了,就说,至少美国是被动的。 他仓促调兵,有一个航空母舰,是从菲律宾调来的,还没有到, 有些是从夏威夷调来的,有些是从日本调来的。 他真诚地希望我们不去登金门,他是被那个锁子把他套住了,使他难办。 台湾是一根大锁子把他套住,金门、马祖也算一个锁子。 我们这个蒋委员长,就是有那么多兵,他搞三分之一的兵力,十一万人在两个岛上, 其中九万五千人在金门岛,一万五千人在马祖岛。 而金门岛三面,在我们炮火包围中。 金门距我们只有三公里。 金门岛把厦门变成一个死岗,马祖岛就把我们福州的闽江海口射住了。 这个东西得整他一下,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笑声。 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了,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我还是暂时不去, 你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 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 你不打他就不想谈,要把这个脚锁捏紧一下,他感觉到痛了。 他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 你不捏他就不谈。 他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撤退金门,马祖,但是他又不撤。 你不撤我就打,你一撤出,我就可以不打了,你全部撤走,我可以一炮不打。 这对蒋介石也是一个难事,他怕一撤,影响人心士气,又丧失了这两块土地,他的土地也就不大了,笑声。 听说美国人也劝过他撤,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 你现在不撤,我们反正老是打,我可以隔几个星期,或者隔几天打那么一次,或者隔个把两个月打一次,一打就是几万发炮弹,或者每天打点零炮,打个一百发二百发炮弹。 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 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个东西总不可以吧?再做诸公,可不可以?原则上总不行吧。 至于解放,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做决议,一定要在哪一年哪一月解放。 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 谈到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毛泽东说,这是经过斟酌了的,有些观点是一路过来的,几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的观点。 现在好处就是,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 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已的,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干。 那好,就谈吧。 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吗? 他前天那个东西,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笑声,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会后,周恩来便发表了这一声明。 9月7日凌晨,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个变函。 他写道,本日上午,约五,六人对赫鲁晓夫至艾森豪威尔的文件草件认真研究一次, 如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个外长待去。 肯定正确部分占百分之九十,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你看如何。 贺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很快约邓小平和张文天研究落实。 9月7日上午,北京各界人士举行百万人大游行。 各民主党态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周恩来代表政府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同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 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美国政府要慎重行事,否则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 赫鲁晓夫还在信中声明说,中国不是孤立的,有忠实的朋友。 一旦中国遭到侵略,这些朋友会随时予以援助。 9月7日这一天,国民党海军副司令黎玉玺及美国顾问帅两艘运输舰, 五艘作战舰艇,在美国两艘巡洋舰,五艘驱逐舰的掩护下, 驶向金门海域,向金门输送兵员和挤阳。 下午二十四十五分到十九时,美国四艘军舰侵入中国近海领域。 晚七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成写信报告毛泽东说, 今日福建前线在廖罗湾发现有美军舰,并有蒋军军舰四艘,敌我双方均未开炮。 六日二十四时,曾电令福建前线指挥部,选择有力目标于八日或持一二日还击蒋四、五、六三天向我的炮击。 鉴于美舰在金门附近活动,你暂停止,是否妥当?请指示。 毛泽东连夜在中南海勤政殿为炮击金门专门召集会议,周恩来、陈毅、张文天、黄克成、乔冠华、雷英夫参加了会议。 雷英夫汇报了美奖海军编队及其往返于台湾和金门的活动情况。 恰在此时,负责与福建前线直接联系的作战部长王上荣, 将福建前线总指挥叶飞的集电交给了毛泽东。 叶飞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美军已直接介入,打不打? 请毛主席指示。 晚12时,毛泽东决定于9月8日对金门再进行一次惩罚性打击。 这天晚上,作战部长王上荣和雷英夫往返转答了毛泽东和叶飞的问答。 毛泽东答复叶飞说,照打不误。 叶飞请示说,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 毛泽东答复说,只打奖剑,不打美剑。 要等美奖联合编队,抵达金门廖罗湾港口才打。 要一小时向北京报告一次美奖编队的位置、队形及航行情况, 到达金门廖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 叶飞又请示说,我们不打美剑,但如果美剑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 毛泽东马上答复说,如果美剑开炮,不准还炮。 叶飞接到电话后,很是吃惊,他唯恐王上荣和雷英夫转达毛泽东的命令和答复有误, 筑成大错,就又问王上荣,如果美剑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 王上荣说,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 叶飞说,明白了,我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于是,他立即亲自给部队下达命令说,带美奖联合编队抵达金门廖罗湾港口后才开炮。 各炮群只打蒋剑,不准打美剑。 如美剑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 前线阵地上,各炮群接到叶飞的命令后,纷纷追问为什么。 叶飞又把毛泽东的命令复述了一次,又问,听清楚没有? 明白了。 各炮群回答说,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叶飞又将毛泽东的命令通报给前线的空军和海军。 9月8日一早,美国人又来了。 这次是美国第七舰队的旗舰众徐扬舰海伦纳号亲自出马, 率领由六艘驱逐舰组成的海军特婚舰队, 掩护国民党军的运输编队向廖罗湾大摇大摆的使来。 这天上午,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举行最后一天的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说,我们前天发表了声明,美国跳起来欢迎。 他们是四号声明,我们是六号声明。 周恩来插话说,他回答也是六号。 毛泽东说,他六号是第二个,是回答我们的。 跳起来欢迎,可见如获至宝,就是说可以不打了。 在黎巴嫩,他是带着紧张的心情登陆的,生怕苏联闯祸。 7月14号到18号,15个吊筒打水。 19号一块石头落地,大为欢迎。 因为苏联19号发表最高会议要开会。 我们呢? 8月23号打炮,他忍不住了,就在第13天,把底牌打出来了。 到9月6号,我们把底牌打出去,中间隔了一天。 华盛顿那些人老肩俱滑,一看就跳起来了。 艾森豪威尔玛上回华盛顿,开了个五三会议,实际上是最高国务会议。 他叫做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发表一个声明,立即恢复谈判,我们叫准备恢复谈判。 你看他知己若合。 毛泽东讲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问道,今天我们总是要打几万发炮弹吧。 周恩来回答说,三万发,二十分钟就解决了。 二十分钟打三万发炮弹。 什么时候打? 十二点。 毛泽东看了一下表,说现在是十一点半,快到了。 他接着说,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 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 我们已经公布了十二海里,你到了七海里,我都不打。 我专打国民党军,我就不打你那个美国军舰。 七答八答,你也得跑。 目前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国力量有限,对社会主义,阵营取首饰。 所以,中美之间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毛泽东还说,台湾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脚索。 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也是美国自己制造的一条脚索。 自己套上去的,脚索的异端就丢在阿拉伯民族手里。 不但如此,而且是丢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他,不同情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脚索。 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 他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 早退,那么所谓何来呢? 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劫,那怎么得了呀? 8月23日这一天,我们打了一万九千发炮弹,他们讲打了四五万发,那是夸大其词。 没有那么多,时间只有十几分钟,没有什么很久很久。 这自然说明我们有力量,不怕打,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别人管不着。 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毛泽东还引用了聊斋之意,清凤中关于不怕鬼的故事。 他风趣地说,聊斋之意里有个狂声,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 他说着,还用两手一笔画,这么长,他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 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 两个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 聊斋之意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 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俗,所有的船只不干涉。 毛泽东突然问吴冷西同志,倒会了没有? 吴冷西马上站起来说,我来了。 毛泽东说,今天的讲话要发新闻,你先做准备。 他还建议,把脚索政策发表一下。 他说,讲清楚这个问题,对人民有益处,对世界各国也有益处,对美国人也有益处。 我说过,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约旦,早一点退好,还是晚一点退好呢? 他把军队退了,一身干净,又是好人了。 他不退,还不是侵略者。 众矢之地。 金门、马祖这十一万人,你不退,我就有文章可做。 今天打一炮,明天打一炮,有时打几万发,总是使得你不安宁就是了。 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12时,在福建前线的指挥员叶飞,拿起电话向北京请示说,敌人已进入廖罗班,县正在卸载。 开火。 北京传来了毛泽东的命令。 各炮群注意,按预定方案开炮。 叶飞立即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命令,他又加重语气强调说,注意只打蒋箭,先不打美国老。 煞事间,人民解放军万炮齐发,撂罗湾一带一片火海。 这一战美舰不但没有向人民解放军还击,反而掉头溜走了。 他们在旗舰的指挥下,向外海驶去。 结果,蒋军军舰三艘被击沉,数艘被击伤。 包化机里传来了国民党将军向台湾告急的声音,台湾方面问,朋友呢? 蒋介说,什么朋友不朋友,早就逃跑了。 他们互相指责,还大骂美国人不够朋友,一打炮便逃之夭夭。 显然,国民党将军是急了,他们急得连密码都顾不得用了。 叶飞向毛泽东汇报了战况,毛泽东笑了。 他说,别看他美国人叫得凶,一动真格的,他就成了缩头乌龟了。 叶飞后来在1984年答记者问中说,事后我才明白,毛主席这个动作很高明。 主席的意图是要摸美国人的底。 美国人表面上气势汹汹,究竟敢不敢和我们打? 原来美国是只只老虎,一打起来就跑了。 金门炮战是我们与美国互相摸底的一出戏,一出很紧张,很有意思的戏。 再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接着讲到了国内经济建设问题。 他说,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 我们的领导工作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 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到工业方面。 在工业方面,首先要抓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壁量的基础。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吴冷熙和胡乔木根据他的指示,商量着如何起草新闻稿。 他们感到发表什么内容很费斟酌,最后确定先写有关绞索的部分,由吴冷熙负责起草。 吴冷熙起草后,交给胡乔木看了。 散会之后,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还在秦政殿的休息室里,吴冷熙把新闻稿交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边看边改。 他说,可以只发表关于脚索部分,其他问题只是内部交换意见,至少目前不宜公开发表。 脚索问题也不宜联系金马来谈。 用国家主席身份讲话,不宜直接联系金马,不同于写社论,做文章。 当然,也不能写我们对金马的方针,这是军事机密。 但对即将恢复的中美会谈,要表个态,可以说寄予希望,不管将来结果如何。 我们现在一手打炮,一手谈判,一五一文。 打炮是火力侦察,今天打了三万发,配合天安门群众大会,大造声势。 谈判是外交侦察,摸清底细。 两手比一手好,保持谈判渠道是必要的。 毛泽东将新闻稿审改以弊,交给吴冷熙说,新华社今晚发,人民日报明天见报。 预知毛泽东在炮击金门和中美关系方面还有什么高招? 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农约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了国内经济建设问题。 他说,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 我们的领导工作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 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到工业方面。 在工业方面,首先要抓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 毋庸置疑,这是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提出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战略。 除了毛工,在同一代领导人中谁还有这样的远见着实? 有人说毛泽东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建国有工,建设有罪,这一类胡说八道可以休矣。